音乐 还在为自己听不懂交响乐而烦恼 那么交响音乐为什么那么难读呢 还在面对交响乐团的乐器繁多而忘而却步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 我们整个庞大的交响乐团的乐器族群 本期将由中央音乐学院于峰院长 带领宁波交响乐团 为我们开启一场交响盛宴 带你找到交响乐的正确打开方式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 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公开课 我们本期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 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余峰教授 大家看到在我们的时候呢 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乐团 来自我们宁波交响乐团 那么今天这堂公开课 余院长会和乐团的艺术家们 首先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那么我们精心设计了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交响音乐是什么 歌剧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余峰院长开讲 交响音乐和歌剧 这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先让大家来听一句 根据理睬的诗作 他的哲学 扎拉托斯特拉卢士说而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场景表现了在太阳刚刚出来之前 大地震灿 一轮红热慢慢地碰波而起 最后达到了顶点 所以交响乐队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音乐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首先是音 拍个声也能成为乐器 拍首歌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敲这个也能出声 那么是什么呢 是物体振动和空气 使得音传播了 但是我们听到的音 往往不是一个音 如果实验室里面的纯音 它就是单音 但我们所有听到的音 实际上它要振动产生以后的泛音 比如说水壶开了 还能出声音呢 它振动 然后还会产生出很多共振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 能不能听到别的音 除了听基因以为 还能够听到其他音 我们请长号老师们大号 来给我们种一个低音的多 能听见吗 那么有了音以后 就必须得有节奏 节奏是什么 就是音的长短 音的长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不要 这是长的 这是短的 不同的组合产生了节奏 大家知道 马呢 马蹄的声音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请小谷老师 来敲一下 就是马蹄的这个节奏 我们称之为十六分音符的 对不对 又这翠龙奉紧 一种战斗的那种感觉 那么 这种节奏 应用在交响院里面 又是什么呢 我们听一下 就是 比如说 歌剧 威廉特尔 序曲里面的后半段 就用的是这样的节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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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听见了吗 刚才 那有了音高 有了节奏 还需要什么 我们说调 这调怎么产生的呢 它通过音律 然后有一个八度 两个八度 这样就翻上去 我们来听一下 而且每一个国家的调式 样式都不一样 演员来演奏一下 这是大调 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调 大小调 都听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稍微变一个音 大家听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 来一个 A 合成小调 注意 怎么样 清楚了不同了吧 比如说我们来的 我们汉族的调式 大家来的A语调 有调 然后有节奏 有音高 它就可以产生曲调了 它就产生旋律了 其实旋律 很容易做一个音 上下高低不同 各种的组合 会产生着很多 就是不同的组合的曲调 我们称之为旋律来 好 那么交响音乐 为什么那么难懂得 听上去有时候都分辨不出来 它是因为里面很复杂 有什么 和声 还有辅调 那我来简单地解释一下 什么是和声 同时 不同的音 一起唱出来 构成了一个组合 它就是和声 好 现在 这边再唱个多 这边再唱个咪 这边唱个说 试试看好不好 先多开始 来 多 咪 说 对 这是多米苏和弦 现在一起来唱 預備 唱 对 听见了吗 很有共鸣 它比单音的时候 音量又大 又更和谐 更悦耳 所以这是和声 那么如果说 两个旋律 不在同时出现 它就构成了辅调了 所以和声 辅调 这些都是构成 交响音乐的 这个音乐基础 接下来 要为大家介绍的 我们整个庞大的 交响音乐团的 这个乐器族群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 这是整个学业组 学业组是由小提琴 和中提琴 大提琴 和辈士来组成的 那么坐在这儿的是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生物 那么 这是中提琴 比小提琴 大了一号 这是大提琴 这个是第一提琴 好 这是整个学业区 它是以提琴家族 为一个族群 那么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木管乐器 虽然现在 已经用很多 用金属做了 但是早期的时候 全部是木制的 那么首先 向大家介绍 长笛和短笛 下面是双方管 和英国管 接下来是单方管 以及大管 第一大管 这是整个 这是整个木管乐器族群 那么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铜管乐器 它是以金属来制作而成的 那么首先介绍的是 圆号 小号 长号和大号 谢谢 最后是打击乐器 低谷 大谷 茶 小谷 等等打击乐器族 以及竖琴 整个四大族 构成了一个 交响乐团的一个整体 英国作曲家 布利登曾经为电影 写过一个曲子 叫青少年管学乐的指南 来专门介绍这个乐器的 现在我们为大家 来演奏一个片段 看看各个乐器的组合 是什么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四百多年前在意大利 大概在1600年以后 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艺术的形式 这就是说巴洛克时期 我们说巴洛克是什么呢 用葡萄牙语 它是不规则的珍珠的意思 在音乐形式上 这个时候繁荣起来了 产生了什么歌剧 歌剧以后有了序曲 序曲以后慢慢又产生了交响音乐 那么我想让大家听一听 三百年前的 交响音乐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我要听听 亨德尔创作的水上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贝东芬时期的时候 我们称为古典乐派 维也纳古典乐派 他是由海登创立了交响音乐 这样的一个形式 海登写了104首 莫扎特就写了41首 那么贝东芬写了9首 那贝东芬的交响音乐不一样 他已经把自己的 把人类的这种精神理想 融入到交响音乐里面去 所以之内以后 交响音乐是具有了思想 具有了哲理 所以我们知道 像贝东芬的命运交响曲 贝东芬在一次病以后 他的出现了耳聋 一直到1804年 他的耳朵几乎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而且对于这个打击 对于一个作曲家 音乐家来说太大了 所以他《命运交响音乐曲》 是1808年写的 但是贝东芬以他的 就是坚强的 这种与命运抗争的 这种强烈的意志 以及他的这种英雄性的个性 然后用他的交响曲 来把这一种 通过自己不期的 这种抗争精神 一直达到最后胜利的底点 这样的一种基本的哲理思想 写入了他的交响曲 所以接下来 我们为大家来演奏 这个《命运交响曲》 演奏 《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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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种结构 尤其是拉卡尔利诺夫的东西 他是俄国作曲家 那么他继承了 柴克夫斯级的 很多优秀的传统 他的作品非常具有抒情性 但是也是非常宏大 乐剧非常的长 那么我们接下来 为大家演奏一下 就是拉卡尔利诺夫 第二交响乐的第三乐章 这个被称为 俄罗斯最美的旋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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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为您播出的音乐公开课 我们本期的主奖嘉宾 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 于峰教授 接下来 院长又该跟我们大家做 哪方面的分享了 接下来 接下来 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歌剧部分 好的 我们掌声欢迎 这边的音乐公开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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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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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